请你选这个核选方块 那它的宽度 首先顺便讲一下 因为那宽度 我刚刚看了一下 它的宽度大概4.75 这叫4.75 高度的话大概 高度大概19.5 4.75 所以建议是调整一样 选这个A到G 按右键 这个栏宽 按右键 然后4.75 那这边的话 1到7列 按右键 把它列高 调整成 19.5 就跟那个 我们的参考解答 差不多就好了 因为这样做出来会比较像 比较像 好了以后的话 那我们要做一个 给各位看一下 点一下这个核选方块 在A1的储存格选一下 把它框起来 再来把里面的东西删除 游标现在在里面 01 然后直接就在旁边点一下 这样就好了 再按右键 控制项格式 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呢 你可以用点旁边再去选A1 不过呢 因为这个格子 都被那个 怎么控制项给盖住 对不对 所以不好选 建议干脆直接怎么样呢 直接就输入A1就好了 这样按确定就好了 确定之后的话呢 点旁边一下 打勾 有没有 黄色没问题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呢 在这边再点一下 直接再选一个范围框起来 那这边再把这个选起来 delete掉 02 点旁边一下 再按右键 格式 控制项格式 这边输入A2 按确定 点一下 打勾 有出来 OK 那可以做下一个 也就是说你这地方呢 要做49个 49个 那如果你实在做不下去 觉得实在是太无聊了 你就用我刚刚讲的方法 第一个点这边 然后把这个范围 先删除掉 再切到这边来 也是一样是 白色的箭头 选起来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按右键 复制或Ctrl C也可以 再切回来 特别注意 切回来选取物件 其实可以取消掉 再切到你的范例 在A1的地方点一下 按一个Ctrl V 或者贴上 好 贴上之后的话呢 再点旁边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做完了 这样会最快 复制贴上 不过也要有范例给你贴 以后的话 你自己做的东西呢 当然没有范例的话 你必须要自己做 然后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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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